魔术是假的 功夫是真的 怎么变的呢 准备一红一绿 两块绸子一块白手绢 现在我浇这红的 把这绿子先装起来 拿过红绸子来搁在手里 先把这绸子给它团成一个小团 团好以后放在什么地方呢 大家看好了 藏哪呢 别藏这儿 袖子里不能藏 手里不能夹着 攥着都不行 搁哪呢 搁在这儿 给这衣服袖滴了去往这一按一卷就可以了 这样肯定会掉 怎么办呢 一拳胳膊就夹着了 跑不了 手里边看还没有 然后拿手绢给大家表演 拿过手绢先交到前边 一块手绢 手绢一块 前边没有 后边没有 来回导动手绢没有 看看这边 这边没有 您再看这边有没有 这就把它拿出来了 哪里有藏着手绢的后边 一抖手绢说前边没有 后边呢 也没有 在这儿呢 连手绢的绸子给它卷起来 看不见 刘手绢往起这么一扔 你看绸子在这儿呢 往手里边这么一按断好了 看这手没有往上一指一抓 来 不用抓 这儿都割好了 一摸那绸子头出来 出来了 说越拉越长能拉到沈阳 拉不到 这绸子总共就这么长 红绸子这么变的 学会没有 好 这是半套模式 我要教整套 说这绿绸子怎么来的 我也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 至于掌声热烈不热烈的 无所谓了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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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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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几分钟 接着说这绿绸子 绿绸子也团起来 放在哪呢 有点朋友猜了 放这边 这比红的 这比绿的 那就不好看了 两个胳膊都夹着上来 跟猴一样 怎么办呢 这块绸子别搁这 搁在哪 搁在下一口袋的边上放这 放好以后 这么一摁 绸子有弹性跑不了 衣服大一点 衣服一挡 拿着红绸子晃了 我这么一晃 这时候下来 把它就给掏出来了 这么单身能看见 这么单身看不见 往上一扔 一个小球 搁在手里一大片 两块绸子搁在一起 还能表演 大家上眼看 还能变成什么来 你看这就来了 魔术师有一方法 就是干什么呢 吹口气 神奇了 这个神奇了 祝朋友们每天每年 都有好的运气 这个节目表演完了 教给大家都学会了没有 这个没会 要知大棋从何而来 且听下回分解 不聊天数呢 刚才田老师变得真是